主持人说 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就不要去理会这些闲言碎语 不管别人是不是理解 自己只做对得起良心的事 他那时候没上去的 我来打货他们给他 说什么 我都给你钱了 我要得把你抄袭了 结果他也没得很事 不做了就我抄了他来 你给我打货手抄 有多少吗 还不少 有后来他不借给人钱的吗 钱少了 多少钱 借了 那钱借了您还了吗 没有 咋子还吗 他钱还不留了 那钱借了他还 不打货还了 还倒要还了 他也没提说应该还钱了 他几个人了 他提到干啥 借了我不还 借钱不还 只能费钱 你哪不 我哪不 他这借了 借了什么时候 他不还 改路 买住车 买交车 都是借了他没钱的 我出名了 我挣了钱了 我挣了钱 有的好几家到现在就在不搭理我 我借我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甚至借四次 他都借给他了 借给他十几万了 你第六次他再借你的 我就说你老子借你不还 我不借了 这样的 长一次不借了 马上就说 不搭理你了 你这个人 我不可领域 就让他说 我再出名 再有钱 我也是人 我也是有感受的 我就是说实在的 人给人打交的是最难的 所以我现在是特别是灰心意冷 我不想出什么名 我不想当个歌唱家 也不想当个艺术家 我就想过我平常的日子 村民们之所以把朱之文 当成摇钱树冤大头 除了他的公益捐款 另外一个原因 竟然是他成名之后 被村里办的几件实事 你是觉得他有钱了 就是管他借钱都很正常吗 他有钱了 你都有钱了 你都得家 这样子 要不然他也治不好 他在我里 他卷的钱 你放心 对不起 对不起